法相 众说法相 亦会归性 指四科 为是本真 前面已经讲过了 五音六六十二处十八戒 四科为是本真 容器大 无非葬性 满持旧万法生息之音 如来达一念 绝名为咎 我们昨天已经讲了 三世六处讲得特别的清楚 在这里不重复 有十二类生 暖生 胎生 私生 化生 有色 无色 有想 无想 非有色 非无色 非有想 非无想 我们在金刚经里面也讲过 有十二类生 本愿真如 即是如来 成佛真体 二圣回心 只要你回小向大 结当作佛 大分就是大部分 大部分正属于忠实之教 任言经 大部分 讲的是属于大圣的宗教 宗教就是忠实之教 好 跳过一行 中间 跳过一行中间 此则兼属于忠实之教 编号 上面写的大分正属忠实之教 编号 A 整部任言经 就是大圣宗教 也兼 顿教 编号 再来看二十七页 二十七页第五行 第六行 上面 此则兼属原教 编号 西 他也兼原教 意思就是说 正说宗教 兼顿教 兼原教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一段一段来看 任言经 是吧 正属忠实之教 第四卷云 狂性至歇 歇迹菩提 圣经明心 笨咒法界 不从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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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从外德了 你自信本来就记住了 何解 其实 你为什么 借这么辛苦 恳庆修正 恳庆就是比喻 事情的要领 你要好好的 抓住重点 好好的修行 意思就是 努力 你又何必这么辛苦 的修正呢 你只要懂得放下 整句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狂性 自己能够放得下 狂性就是无名 无死无名 你懂得放下这个功夫 那么歇迹菩提 你就能够成就 菩提 圣经明心 本来就做偏法界了 不从仁德 不从外德 只要你悟啊 何必 借着一次又一次的劳顿 辛苦 恳庆修正 很辛苦的 修行 所以修正 恳庆修正 就是 努力的在修行 何必要这样子呢 五剑 孤起颂云 四名 妙莲花 金刚王 宝爵 如幻 三魔体 弹子 超无血 你只要体悟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缘起如幻 这个如幻两个字 彻底的 这个为什么叫做如幻呢 就是彻底 打破对向上的执着 我们今天所有的痛苦 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执着假象 如果我们也能够体悟 这个象是缘起的 尤其我们这个色身 对色身的执着 脑不可破 好好的关照关照 全身是两百多块骨头 经脉构成的大脑 小脑 眼脑 左脑 右脑 是不是啊 神经系统 血液尿液 唾液 五脏六腑 关一关 关一关 哦 原来万法 都是这样 如梦幻泡影的 你这一刹那之间 肯放下 弹子超无血 就比阿罗汉 还厉害了 为什么 佛就是如幻三魔体 佛就是金刚王宝绝 佛就是金刚王宝绝 平等 无量 无量就是差别 一叫做 信空 无量 这是缘起 一为无量 无量为 唯一 信空 就是无量的缘起 无量的缘起 还是回归信空 也可以讲 无量的法相 就是如来藏性 一个如来藏性 就是拥有无量的法相 无量的法相 就是如来藏性 所以 一为无量 就是一 无量为一 就是二 小中限大 就是三 大中限小 就是四 此四亿 这是四亿 后面讲四相 不动到场 骗十方界 编号一 深寒十方 无尽虚空 编号二 于一毫端 现把王岔 编号三 作为成立 转大法轮 编号四 一二三四 叫做四相 此四相 解释一下 一为无量 无量为一 编起就信空 差别就是平等 小中限大 大中限小 小中限大 比如说镜子 镜子可以造远处的山 比如说我们的心 包含法界 小中限大 大中限小 这个大家比较容易了解 在大的范围里面会现种种的小 大家比较容易了解 这个 大中限小 小中限大 大家比较不容易了解 不动到场 骗十方界 不动到场 就是如如不动 的心性 本来就是骗十方法界 身含十方 无尽系空 其实身就是心 心就是身 是不二 身 本来就是含十方 是你因为着相 所以不知道 十方就是你的身 一毫端 现把王畅 一毫端 在这里做一念 一念之间 毫端就是一点点 最小的 这一句的意思就是 一念 般若 就可以骗通法界 就是一毫端 现把王畅 在一点点的般若智慧 就能转大法轮 是不是 所以是一念般若会 就可以现种种的 把王畅 一毫端 现把王畅 一毫端就是小 把王畅 大就是大 小中限大 做围城里 转大法轮 做围城里 也是表法的 为什么做围城里 转大法轮 智慧 它是没有距离的 它没有点线面的 展开来 如虚空 小也是不容真 一个比 波罗智慧 比阵头还小 当然做围城里 转大法轮 所以 一毫端 现把王畅 作围城里 转大法轮 这两句 其实都是叫做 一念般若智慧 一毫端 现把王畅 也就是一念的般若智慧 能够现把王畅 一念的般若智慧 能转大法轮 一毫端也好 围城里也好 都是表示 很小 很小的 波罗智慧 连一点距离的小 都没有啊 所以 四义交测 四项无碍 三藏 圆龙 会归 即则 不特 理事 无碍 乃至 事事 一皆无碍 第十剑云 事阴若晋 则如现前 诸根护用 从护用中 能入菩萨 金刚刚会 元明精心 于中发话 如镜流里 内涵宝月 如是乃超诸位 入于如来 妙庄严海 这昨天我们有念过了 赤则 金属元教 别好吸 元教 若以五教射经 后面中顿元 三教射词 射词就射死 射在这个元教里面 中顿元 射在元教里面 如果以金色教 亦可全该 以不费小教 小圣 国法戒凭 坚存死教 八四三空 人空 法空 空空 先一中 叛教境 先一这中 就是天台 还有华言 叛教的角度 来说的 好 翻开表节 六十五页 刚刚我们讲了这个 事意和事项 我们配合一下华言的思想 事无外法界的思想 六十五页 如来藏 水静缘 我以妙名 不灭不生 何如来藏 而如来藏 为妙绝名 原造法界 事故于中 亦为无量 无量为一 这八个字 是理事无外法界 小中限大 大中限小 这是事事无外法界 不动到场 片十方界 深寒十方 无尽虚空 是理事无外法界 以毛端 现把王岔 作为称力 转大法轮 这是事事无外法界 灭成何绝 故法 真如妙绝名性 看底下 注解 我以妙名 不灭不生 何如来藏 如来 以本节妙名 不生灭之根性 为本修音 必成老妄法 何如来藏性 也就是辉光返照 脱成玄根 符归原真 发本名要 而如来藏 而如来藏为妙绝名 原造法界 而如来藏 极望全真 为事 妙绝名体 篡体名要 原造法界 事故一中 在一真法界之中 一为无量 无量为一 这是理事无外法界 一是理 无量是事 也就是一理 能成无量是 无量是还归于一理 二 一即一真法界 无量即始法界 差别之事 一法界 能成始法界 始法界还归一法界 一三 一即一心 无量即万法 一心 能生万法 万法为是一心 小中限大 大中限小 小就是四项 大也是四项 小中能限大项 大中能限小项 小中限大 就小不放大 大不说小 这个就事事无外了 大中限小 大不见大 小不见小 那么 所以 这个叫做 事事无外 小是四项 大也是四项 小不必放大 大也不必去说小 大也没有显得特别大 小也不见得小 所以 事事 没有障碍 不动道场 骗十方界 不动道场 就是真如不动之理 也就是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 就是华言经讲的 叫做海印三昧 一理 能骗十方世界之事 即一为无量